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实施变法 史称物须变法 变法虽好 但却遇到很多拦路虎 其中最大的拦路虎就是大清第一母老虎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为啥要阻拦光绪皇帝实施变法呢 因为她不但担心大权旁落 还担心大清王朝会葬送在光绪皇帝手中 所以慈禧太后很快便发动政变 囚禁了光绪皇帝并废除变法 太后一变脸 我就有危险 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103天便失败了 因此又被称为百日维新 在戊戌变法期间 清政府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 京师大学堂 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了 但京师大学堂却侥幸得以保留下来 后来它又被改名为北京大学 没错 京师大学堂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的前身 大清王朝总是被西方列强摁在地上摩擦 有个叫义和团的民间组织实在看不下去了 便掀起了一场反帝爱国运动 不过义和团运动反倒成了英美俄日法德 义澳八国侵略中国的借口 不久八国联军便打着剿灭义和团的旗号 一路杀向北京 清军与义和团联手也不是八国联军的对手 八国联军很快便攻陷北京 吓得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狼狈地逃出了北京 为了与侵略者义和 慈禧太后在逃跑途中还不忘下令绞杀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 不久清政府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入国的辛丑条约 还赔偿了4.5亿两白银 从此清政府沦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而中国也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几年后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 然而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去世前后相差不到24小时 因此有人怀疑光绪皇帝是被慈禧太后毒死的 稀奇稀奇真稀奇 太后临终杀皇帝 那么光绪皇帝到底是病死的还是被毒死的呢 科学家对光绪皇帝的尸体进行了检测 发现其中含有高浓度的深元素 而这些深元素正是来自于砒霜 也就是说光绪皇帝确实是被慈禧太后用砒霜毒死的 话说慈禧太后为啥要毒死光绪皇帝呢 因为他担心光绪皇帝重新掌权后会跟他清算以前的旧账 光绪皇帝去世后 年仅三岁的宣徒皇帝溥仪继承了皇位 我承受着这个年纪不该有的优秀 就在溥仪即位的第三年 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革命大军谁敢挡 推翻帝制 没商量 秦政府一看 朝中没人能打得过革命军 连忙将北洋军阀的大当家袁世凯叫来镇压革命军 袁世凯能力强又有列强撑腰 形势对革命军极其不利 无奈之下 孙中山决定跟袁世凯做一笔交易 只要袁世凯能逼迫溥仪退位 并赞同共和 孙中山就把大总统的宝座让给他 袁世凯崩提有多高兴了 他当即便答应了 为了做总统 袁世凯一边恐吓满清皇室 一边又向满清皇室承诺 如果溥仪退位会优待他们 比如皇帝仍然可以使用地号 满清皇室可以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内 政府每年还会给满清皇室打一笔巨款 供他们生活 过了这个村 可没这个地儿了 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 满清皇室最终妥协 答应让溥仪退位 1912年2月12日 年仅6岁的溥仪发布了退位诏书 正式退位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宣告灭亡 溥仪退位后 帝制虽然被废 但溥仪依然在紫禁城内 以皇帝的身份统治着一个小朝廷 史称殉清小朝廷 不过在12年后 溥仪以及满清皇室 却被北洋军阀冯玉祥 赶出了紫禁城 殉清小朝廷从此灭亡 讲到这里 四季共计八十集 涵盖了从上古时期到清朝 长达五千年的报效中国历史 算是彻底讲完了 希望这门课 不但能帮助你轻松学习历史 还能让你从这些历史人物 和历史事件中得到启迪 最后 祝看过报效中国历史的你 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